卡位的動作 而且第一節其實這個卡位就不是做得很確實 對剛剛手到最後剩兩秒漏掉了 47比28 假的 自己的一個出手 應該去做一點兩人組合上人組合 因為畢竟今天的防守不像桃園 那麼的交代不輕 連任鴻這個給球很有創意 但是出現失誤下了這個球被毀掉 毀得很危險 這個比賽已經有一點火藥味了 觀眾最喜歡看這種火藥味的 多了一個動作 就是下來之後有個往下拉 應該是先吹哨了 他又做一個拉的動作 現在要看這半鍵會不會升級 這是李漢森的第二番 不過李漢森其實雖然個子不是高大 那 他很兇漢 打球是非常兇漢的 尤其在防守上 那教練最喜歡這種球員 對 至少一個球隊裡面有一個可能幹這些 髒活的 對 李漢森也好 或者是華哥 這種球員 這種球員就是你跟他同隊的時候很興趣 那你跟他是打對手所以你很畏懼 所以台中就是把他買進來嗎 對對對 買到變成第二名 對 升級了 繼續犯規 升級成違反運動精神犯規 所以下了罰球之後 特攻還會再有球權 現在跟海神教練就教練 裁判這邊繼續做解釋 應該就是解釋在那個哨音出現的一個後續多餘的動作 對 多了一個拉下來的動作 夏樂箱比賽靠罰球得了三分 非常穩定 哇 海神還是保有17分的領先 專快人要回來 你怎麼弄得到這位子 你怎麼弄得到這位子